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几个看过了 文件上传的一些设置 对不对 了解了表单该做哪些准备 服务器的配置该有哪些 接收用了一个超全球速度 到了下面Files 对吧 这节课咱们就处理一下文件上传 按照上节课我们介绍的 只要客户端 浏览一个文件一点上传 是不是都在这个数组里呢 而且文件是不是在这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把从临时位置的东西 拷贝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我在这会儿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up log 一个文件夹 把上头文件拷过来是不是行了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好 我们把这个两个去掉 这块写成注释 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数组 我们放到哪儿 放到这块 是不是有一个参考 对吧 看到这个结构了吗 那我们只要上传成功 我们只需要把临时文件下 下边的考过来 那这个数组怎么访问 这个临时的文件 tmpfile 在哪儿呢 是不是就在 Bowler湖下方线 Files 这个数组里边 一层的是不是叫pic 第二层是不是叫什么 tmp 小线 name 我必须加上单线号 对吧 是不是这就是临时的文件 对 对不对 原来的文件名是谁 原文件名 是不是当中小线files 对吧 然后pic 下边里边有个name 这是不是原来的文件 看到了吗 原来的文件名 对吧 对吧 那我只要原来的文件名 前面我加上什么 我指定的目录 当前目录下 谁呀 因为临时文件是不是有目录啊 对不对 当前目录下 up lots 下的这 这不就可以了 然后我只需要有一个拷贝的动作 就可以完成了这个上传了 对不对 也就是 也就是将临时目录下的上传的文件 对不对 复制到我指定目录下指定的名字就可以完成上传 是不是 还记得拷贝的还是谁呀 好 好 对吧 但是咱不着急用copy 为什么呢 因为呢 peerp文件处理 专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件上传 拷贝的这个函数 专门提供的肯定比拷贝要好 对不对 其他的地方拷贝 拷贝 但专门提供的 也就是专门提供的这个 哪个呢 看一下 你看这个 对 就是两个年 公表位置 原位置 对不对 然后反备布尔形 是成功或失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只需要用这个 还是不可以 如果 这个 他们反复成功失败 对不对 将临时文件下的 复制到 基本价 对吧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移动成功了 我们这边就说出什么 说出 上传成功 对吧 否则的话 我们说出 什么 上传 吃饭 就完事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 我们先验证一下 这个目的下 现在有吗 没有 对不对 好 我们 透露一下 有哪一个新的文件 比如说 找一个好一点文件评 比如说 CYY点天际 对吧 这几个字符 想看清它是什么 我们必须编码做一下处理 是不是上传成功 在这块 加上一个 文本的加码 2X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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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对不对 是不是上传成功了 我们再到目录下 是不是有这个体验 对不对 然后 所以说 是不是就上传成功了 所以上传是不是很简单一件事 对不对 但是就这样做上传的话 不太安全 所以咱有多种设置 比如说 这是提供什么 错误在哪 0表示没有错误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在这处理一切东西 第一步要处理的 当然 都是可选的 对不对 你为了 要得越安全 你设置的部落就越足 对不对 我只多说几个设置的地方 对吧 第一步 对不对 判断错误 判断错误 它自带的就是这一个体式 它错误都有哪些呢 我们看一下 在手册里都有 单击课件里边 我也给你 这样写过来了 你看 单击错误的0加3456 都有对应的常量的值 看到了吗 0加34567 那我们就 不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0表示没有任何错误 大于0的是不是都有错误 对 所以 我们这话就得判断 如果刀断错误 下号线 Files里边的谁呀 PIC里边的什么 PIC里边的有个EROR 对不对 如果大于0 是不是都有错误 对不对 都有错误 有错误提示之后 我是PIC退出程序 对就可以了 那没有大于0的 也就是等于0的 是不是直接往下走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都有哪些错误呢 我这准备就 一是给你写几个小 一表示上传的文件 那我这会儿可不可以用这个去写 IWiTCH SWiTCH Switch 对不对 W下号线 Files里边的什么 PIC里边的 比如说EROR 是不是这个 然后我们的CS Case 如果是1什么错误 我们这iK 一个错误消息 对吧 对 然后 BREK 退出程序 同样这里边 我们会有 好多的对不对 你随便写几个 2 3 4 5 6 然后 算了就不写6了 这会直接写几个就可以 你不 圈上其他的我这会都叫什么 未知 未知 错误 对吧 然后其他的我就扎过来了 听太多了 零表示上传的时候超过了这个值 还记着这个值是什么值吗 阿卜拉的最大值单 是不是在配置文件里边 能指定过这个值 两兆的对吧 然后二表是什么 还记着表单里边 我给你加一个值了吧 对 隐藏表单对不对 那这话说明什么 超过了这个值的话 就是二的购物 你提示超过了他体重最大值 当然你最大值是 咱们记得是一兆对不对 那我这话给你标上一兆 然后三是表示指部分上传 传了一部分对不对 没全传完 那四呢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上传任何文件 对吧 五再看一下 这 这一个就是五 在这里没有五 那我这会去掉 就其他错误就完了 对不对 越往下就错误机别别低 对吧 你看这四个错误 那我能问你一下 你看 假如说我正常传文件 比如说正常传文件 浏览一个 浏览这个 对不对 没问题的 上传成功对不对 那如果我传一个有问题的 现在哪有问题 太大的 我这里面还没有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不选择文件 对不对 你想说 提什么 表示没有上传任何文件 是不是意思 对吧 你要文件太大的话 都会有提示 对吧 你找几兆的 比如说我这里边 试一下 找一个 看哪个文件是比较大的 这个手册大概是 10兆对不对 好 我们 上传失败 提示信息 这写错了吗 准备我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吧 的时间关系 对 注意的是没有标的 但是上传是失败了 没有上传上去 对不对 那咱们除了判断这个错误 第二个要判断什么 才要判断什么 判断 对 判断类型 听懂吧 判断类型 那在我们这里上传的时候 你看 这块有没有一种叫做MIM类型 多过能就传出类型 对吧 对吧 那这个类型咱们在哪看呢 所有的文件都有一个这类型 PP可以获取到类型 但这类型一般都在传输过程中获取到的 那我们通过这个字幕串 能不能限制传什么类型 可以吧 比如说指锐体图片 假如说获取到这个前面是IMG的 是不是可以是这个 那这个类型一般的你找一下 比如说 像我们的 看一下 MIM这里边没有 找一下Apaq吧 Apaq Apaq的配置文件 下面找一下 看到这了吗 Apaq的配置文件有个这个 这里边列出了所有有关的MIM类型 看到了吗 所有文件MIM类型 对吧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去看算 课件里边我给你写的 也写的简单几个 比如说这话 图片的类型 存文本的类型 这个对不对 当然看全部的 是到Apaq的加勿入去了 对不对 把这个文件找到 那如果用这个判断呢 不太精确 比如说图片 我就想判断GIFGPG 对不对 所以咱们最好用文件的后缀 来做 对吧 所以我们尽量用文件的后缀 那我们能不能取出文件的后缀呢 对吧 你看 这是文件的原名 是个文件的后缀名 我们先把它后缀取出来 怎么取出后缀 通过文件名称的后缀名 咱们就可以 对吧 所以第一 取出后缀 后缀 我们可以先用什么 先用 用 BSE Base name 能不能通过 到了下号线 Files里边的 TIC 然后什么 内部这里边 是不能把这文件名取出来 对不对 文件名有可能是有多个点的 对吧 然后 咱们再用什么 再用点分割 ESPRODE 用点去分割这个文件名 是不是都放到这个数组里了 对 对不对 然后数组 怎么的 用数组的点分割 是最后一个 就是它的文件的扩展名 对不对 POP 谈出这个数组的最后一个 那这个就是文件的什么 是后缀 然后我们设置一个变量 AR 我答 允许的类型 那我可以把允许的类型 换过数组里边 AR 比如说我允许什么呢 允许JF 允许 PNG 允许 JPG 对 或者是JPG JPG 是不是这样的后缀名 那我只要判断什么呢 如果 什么判断 INC AR 什么呢 判断这个后缀名 在不在这个 数组里边 如果不在这个数组里边 怎么呢 我们就提示 对 上传输出一下 上传的类型 不合法 就可以这样 对吧 我们试一下 现在我们上传一个正确的 比如说 JPG 对吧 上传一样 上传成功 变量应该被 用个48号 所以我说 48号 引用我一下 我得先把它 给一个速度 看到了 再将速度 来它 这行了吧 对 我们 因为它里边 要引用类型 必须是一个变量 对 来 上传 是不是上传成功了 但是如果 我是我选择的 一个不知之类型 比如说 BMP 对吧 但是找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 3K多 是不是可以 类型不如许几的 这上类型不错 对不对 除了这个 我们第三步 这是第二判断 这个 那我们 第三步干嘛 这判断类型 对不对 还要判断 大小 因为系统提供 不太准确 对不对 所以咱们 PMP判断 判断大小 那判断大小 我们怎么做呢 看一下 到了 不 不是 我们直接 动作就想 如果到了 假如大小 最大的尺寸 假如说 我只能是 1K 100 1000 1兆 假如说 我只能1兆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判断到 了一下 Files 对吧 里边的 怎么 PIC 里边有个Size 这是实际 传的大小 对不对 如果 小于 如果 不能说小于 大于 咱们指定的 最大的尺寸 对不对 那我这话 就直接输出 不合法 应该退出 对不对 这话 我们就 用它加个 退出 对不对 同样 退出 上面 输出 上传的文件 超过了 多少呢 MAX Size 它 对不对 听解 那大了 我就不是了 这个肯定是 可以判断 对不对 另外最主要的 一个问题 咱们还要试 什么呢 就是 第四个 上传 后的 文件名 一定要设置 比如说 随机的文件名 为什么要设置 随机文件名呢 对 你不然的话 你要是要 黑客知道 我这个文件名 没有变化 怎么的呢 那他有可能说 上传一个部网 或者是一个 非法的程序 他就能找到 这个程序 然后启动 它运行 对吧 如果上传中 是一个随机文件名 它是不找到了 所以当在网上 下载的图片 是不是通常都是 随机文件名了 像这样 是不是这都是随机的 一个文件名 对吧 记住上传的时候 又改名字 有的时候 为什么说 显示 有的网站显示的文件名 还是上传的文件名 他把上传的文件 记录到数据库 真实的文件名 可以改了 这样的显示名 是跟你上传的名一样 但真实存储的名 是不一样的 另外随机文件名 咱们试着有很多说法 将来咱们做文件上传的时候 如果有几百亿几千亿的图片 在一个目录下 那肯定很慢 对不对 所以上传的文件 咱们要分机器 分目录 按什么年月日十分秒去分 比如说 每天的图片放一个目录下 每个月的目录 对不对 每一个小时 都做一个目录 这样它会更好一些 当然这些 大家在以后 开发项目的时候 专门有个算法去设置 因为时间管理 能就不讲 如何去分机器去做了 先把文件上传学会 后期那些东西 你将来在工作的时候都会有固定的一些算法来帮你完成 好吧 那这里边我们就来一个随机的文件名 比如说这是咱们拷费用原来的文件名 就是这样 随机的文件名 如果为了想更好的做 像咱们说的 长度要固定 这样数据过去可以用一个固定的长度来换到 对不对 然后存年月十分秒 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停的 最主要存年月十分秒的信息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你按年去等目录 按月去等 按日去等 按小时去等 对吧 所以我们这话是用DLT 用一个时间 对吧 年四位的对不对 月日 对不对 时分秒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年月十分秒都填在名称上了 然后再 连接RND随机 如果想保证固定长度 那我就是100到999 是不是加三倍随机 必须加随机数 如果不加随机数的话 你想见到这 同一秒 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一起 对不对 那就会出问题了 然后再连接一下后缀 这边相当去付费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们上传一个 我们想要的文件 假如说高点截皮剂 看到这个了 然后我们上传 上传成功 我们到实际的 对 我们到 拉 upload里面 我们找一下 你跑过来吗 你 后 这边我忘了一点点了 对吧 后对名他没有点 对不对 对 临近点才可以 对吧 那我们再重新上传一下 浏览 找一个 比如这个吧 他现在是48 这个 他是UID 这个原来 图片里面 上传成功之后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这个了 对不对 随时都有了 这就是新团队名 对 这样就比较安全 我们可以把真实名 这里能收到 先存到数据部 然后显示真实名 实际存的不是真实名 对吧 所以上传的时候 就需要护理 那这就是我们做文件上传 一步一步 最起码需要设置的 基本信息 对吧 嗯 好 那这得可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就叫到这里 这得可咱们主要介绍了 一个什么 文件上传的处理 好 谢谢大家 这里才接下来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 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 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不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 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 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我们只在下注 我们几个月 我们去做看看 我们准备准备小品 特别习惯